大家好,我是阿派摩斯,欢迎来到我的分享课堂 利用不同类型的广告费用来预测商品的销售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总共是200条,五个栏位 那这五个栏位依次表示商品ID,电视广告,广播广告,报刊广告以及销售额 这里我们广告的一个基本单位是1000美金 销售额的基本单位是100万美金 这个就是数据的部分 那我们看笔记的部分 首先是我们先要把工具准备好 准备好了之后就是读取数据 读取完了数据之后我们查看一下表格的前六条数据 那在建立模型之前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缺失的数据 这里显示是没有的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呢 分成两份 一份呢用来训练模型 那另一份呢是用来测试模型 那我是按3比1来拆分数据 即75%的数据用于训练 许下的呢就用于测试 那么我们看到训练数据呢是150条 测试数据呢是50条 我们将数据呢放入这个模型里面 因为我们是采用线性回归嘛 得到的结果呢 它就显示了是R squared有0.9的样子 因为这里是0.9039 那调整后是0.902 那反正也达到了0.9 PValue呢小于2.21 PValue已经很小了 就说明它的可靠性还是很好的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模型的准确度还是比较的好的 可以用来做预测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测试数据 放入这个模型 然后看一下这个RMFE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均方更误差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用于预测的 你的实际值和预测值之间的差距越小 你的误差越小 那就代表这个模型呢 它预测更准确 那我们看一下 它显示的数值是1.68还蛮小的 那就说明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模型来进行预测的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销售额与那种广告类型的关系密切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销售额呢 跟电视还有广播的广告 他们的关系是会比较密切一些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销售额跟电视的相关性是0.78 跟radio广播的是0.57 而跟newspaper报刊的只有0.2 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 电视跟广播 这两个呢 对于在这两个上面做广告呢 对于商品的销售呢 是大有帮助的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 那通过这个信息回归呢 我们可以收获如下信息 第一是电视和广播的广告是最给力的 那在为商品做广告的时候呢 电视广播报刊这三种媒体渠道中呢 能拉动商品销售的主要就是电视和广播的广告 而报刊能带来的销售呢 是比较有限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可以建立模型去预测销售值 通过模型呢 我们可以预测每次投入的广告费用能带来多少 预期的销售值是多少 并能在实际应用中呢 我们就可以去完善模型提高预测准确性 第三个呢 就是可以优化广告渠道配置 由于我们知道 报刊广告对销售的贡献不大 可以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考虑缩减 或取消这个方面的广告费用 把这些有限的费用呢 用在其他渠道 或者是开拓新的广告渠道 那这个 今天这个数据呢 它也比较简单 但主要就是一个抛张领域 就是我们平时给商品做广告的时候呢 广告的费用呢 可以去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去预测 把这么投入了这些广告费用进去 那它能带来多少销售额呢 那哪一些广告类型呢 给销售额能 有一个巨大的拉动作用呢 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一个简单分享